俄乌战事还在持续 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表示 俄军发射了导弹击中并摧毁一架乌军的战斗机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视频指出 俄军的导弹击中了一架停泊在乌克兰中南部机场的乌军米格29战斗机 而当天俄军也出动了无人机以及火炮攻击中部的城镇尼克波尔附近的地区 造成至少7人受伤 另外有多栋军民楼 天然气管道和电线受到了破坏 在顿涅茨克方面 俄军日前宣布控制当地战略城镇恰索夫亚尔之后 乌克兰方面也已经在4号表示 由于俄军已经进入到了运河附近的地区 乌军继续坚守已经不切实际 所以决定从恰索夫亚尔部分据点撤军